委會跟海紀會現在對大陸的失誤 根本就是無能為力 因為自己無能只好一直罵別人 來掩飾自己的無能 遇到事情自己做不好 只好開始先罵別人就先罵先贏 就是這些人現在他們都 都反正就是 向政府都求助無門了 那我們海紀會今年又編了 多編7000多萬 去年多編4000多萬 我就很有意見 今年又編7000多萬 但是剩下這種什麼 人的這些這種 人民生命的保障什麼這些東西 都沒有 但是不可能要多花7000多萬 這些不可能的事情 已經多編1億多了 我們有感受到海紀會的功能變強大嗎 因為現在兩邊就完全斷線 完全沒有溝通 根本連談都不願意跟他談 現在已經對方連見面溝通聯繫 什麼都斷了 大陸現在完全不願意跟民進黨談 完全不願意 只要是政府官員的話 他們都不接觸了 你這個海警船 一天到晚在逛金門海域 那你到底你中央有什麼樣的功能 應該沒有什麼對策吧 真的是沒對策啊 福建海警今天又進金門海域 而且兩度進入 大陸這一點大概已經不會放了 就是 就是 把這裡當作是沒有這個 沒有金鮮之水域的 等同沒收 那怎麼辦 我們的海巡要不要去嗎 怎麼辦要問海委會啊 問國防部啊 我們的海巡去反而被海警趕走 趕走會也還不至於吧 是我們海巡要去趕海警 但是彼此就這樣 你也擋不了他進來 你有沒有辦法叫他出去 他也 他更不理你 對你無奈了 你已經他要來 他有點如鹿無人之影 想進來的時候 進來想出去的時候出去 那你說第一線也很無奈 因為我們的船可能就是比較小嘛 對不對 我們就不可能跟他 船到我們船 不可能跟他抗衡嘛 對嘛 那所以 我們戴總統 雖然嘴巴說得很硬 但是 遇到實際第一線的人這樣的時候 怎麼辦呢 管閉雲不是說要硬到底嗎 沒辦法 現實是沒辦法嘛 當然是 態度上是要這樣子 但是現實沒辦法 那沒辦法的情況下 他是不是只有 沒辦法硬到底的情況下 是不是只有 有點唾臉之干嘛 讓人家隨便 隨便進來出去 進來出去 你也沒辦法 對不對 然後等到他出去的時候 就把那個影片拍下來說 你看我們把他虛擬了 對 可能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 反正這個 哎呀反正我覺得 一個就是 報復平和啦 這個 就是說得很好啦 但是做 叫做 言語的 言語的巨人 行動的諸弩啦 真的是這樣子 那 可是有一個狀況是 賴清德說他不簽和平協議 那這件事情 其實重點還不是在 簽不簽和平協議 這個可能還是後面 是 你為什麼要一下子 把自己的籌碼全部 曝光完畢呢 你簽不簽是你最後的決定嘛 但是你把這些 所有可能性弄到 先把底牌打開了 對你就是意思說說 反正我們就是 兩樣之間就是沒有核的可能 這個意思是說沒有核的可能嘛 對不對 就是沒有核的可能嘛 要嘛就打嘛 因為其實不管怎麼樣 國際上 所有的戰爭都是 以戰爭開始 但是都是以 都會談判結束 不然戰爭是要怎麼結束 除非打到一邊完全沒有人一邊 不會發生這種一邊完全死到沒有 剩下沒有半個人嘛 然後另外一邊就滿滿的勝利嘛 一定都還會有一些人嘛 不管怎麼樣 不會打到幾千萬人都打 不會幾千萬人都死掉嘛 對 2350萬人耶 但是總統沒有考慮 沒有站在百姓的立場想說 百姓根本沒有想要戰爭 百姓只想要安居樂業 小孩子就是在正常良好的教育下長大 然後平安大家平安健康 對 他直接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沒有和平協議這個選項 對不對 等一下就笑耶 這個就是說 我絕對不會跟對方有什麼溝通往來啦 有必要這樣子講嗎 你跟對方即便溝通往來 你也可以不接受他要提的東西嘛 這個還是不一樣的嘛 就是說他就說我 我沒有和平 就你跟對方 就你跟對方溝通往來 即便對方提出來 你可以不接受嘛 可以可以再一直 一直談一談談到 看能不能接受 或怎麼樣維持嘛 那你直接跟他講 我們不可能簽任何的那個 對不對 你怎麼 說誇張 你怎麼知道對方最後的題材 什麼樣offer你也不知道 那至少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他意思 其實就是其實現在是這樣子 事實上是大陸也不要跟賴星德談啦 所以賴星德就先跟他講說 我都不跟你談啦 你知道嗎 因為對方根本不要跟他談啦 是 沒有任何呼吸 因為那個官員 真的 我們上次去北京那一次 8月22日去北京那一次 去接我們的是國台辦的官員 那下車的時候我們交通部的那個官員在 我們有一個小兩會嘛 人在北京嘛 那他們在那邊等我 要跟我討論一點事情 就旅遊的事情嘛 開放旅遊的事情 那他們在中國大飯店的那個門口等我 國台辦人是送我下車 他們兩個就這樣一個在我前面 在後面不交談啊 連照片講一句話都沒有 太誇張了吧 我就站在中間 一個在我前一個在我後面 這就是現在兩岸關係 我就跟台辦說 謝謝他送我過來嘛 去接機嘛 然後前面就要跟交通部的人討論說 等一下要去哪裡討論什麼嘛 他們跟我說 歡迎到北京來 我們交通部的 我們的中後民國交通部的官員在那邊嘛 官員啊 觀光署的 在那邊嘛 然後一個在我後面一個在我前面 他們兩個 太扯了吧 完全不講話 完全眼神都不會教會 太扯了吧 大陸現在完全不願意跟民進黨談 完全不願意 是大陸不要跟民進黨談 大陸不願意 那還是民進黨的官員主動就是 沒有大陸 不是民進黨的官員 我們政府的官員 就是我們觀光署的官員 是中國大陸現在完全不跟民進黨任何官員接觸 他只願意透過國民黨 你也不能說他願意透過國民黨 他也沒有說要透過 他沒有說要透過國民黨接觸 但是國民黨來做中間他還願意 國民黨來跟他討論事情他可能還願意 他願意跟國民黨談 但他已經不願意跟民進黨的政府的任何官員 去做任何互動 其實官員有可能是國民黨的人 但他們不願意跟官員談 官方的一律禁止 對就禁止 但是如果是黨或民意代表 還可以接受 民意代表如果願意的可以 那如果說像我們的縣市的 國民黨籍的縣市 可以接受 但中央層級的就是不要 就是中央層級的什麼人 你說國民黨嗎 中央層級的 我是說中央層級的官員 只要是政府官員的話 他們都不接觸了 到這種程度 但民進黨不敢說這件事 他們都不敢曝光 因為現在兩邊就完全斷線 完全沒有溝通 站在我前面跟站後面 完全沒有任何的那個 一句話都不能講 所以現在其實賴清的 在一副那樣 就是做得很硬的樣子 因為對方根本不跟他談 對方根本連談都不願意跟他談 現在已經對方連見面溝通聯繫 什麼都斷了 我看最近這麼多事情 因為我接到太多的澄清案 我們說那個姓郭的那個 郭宇軒 他是去詐騙 他去合肥的 以前如果說有台灣的人民被大陸拘留犯法 因為我接到好幾個案子 犯法的話 大陸會發一個通知書 拘留通知書 我手上有一個範本 因為我有處理 我們有一件我有處理的 就是他會有一個 有通過海鞋會 給海鞋會過來 這個SOP很成熟 對對對 現在已經就沒有這回事 他連發都不發 現在沒有 你看這個姓郭的 他是詐騙然後被抓 對不對 好 然後有一個 他說一個台錯高層 不是有一件嗎 禁管 他禁管是因為他一下 他們通常都是商業糾紛 被人家用刑事去告 因為你涉及刑事案件 所以要去 比如說背信啊 什麼就是刑事啊 舉例啦 我不知道他距離涉及什麼 還有另外一家 某一個大公司的家屬 也有來跟我澄清 對 我不知道還有 還有 我有遇到在柬埔賽 做詐騙的台灣人民 被抓到大陸去 也有來澄清 就是這些人 現在他們都 都反正就是 也 向政府都求助無門了 對 那我們海鞋會今年又編了 多編7千多萬 去年多編4千多萬 我就很有意見 今年又編7千多萬 功能是什麼 宣傳 宣傳中國很恐怖 也不是宣傳 他的數目還是有在做 一些文書驗證是有在做的 文書驗證真的還是有在進行 文書驗證是沒辦法 還是有在進行 兩岸都在做 但是剩下這種什麼 人的這些 這種 人民生命的保障 什麼這些東西 都沒有 但是不可能要多花7千多萬 涉及不可能的事情 涉及交涉性事物 我了解大概有可能是 聽說那個民間的捐贈變少 他們每年都有支出 那民間已經不太願意捐錢了 兩岸關係太冷凍了 太糟糕了 對 去年就用這個理由 今年不知道還是不是這個理由 對 去年多編4千多萬 7千多萬 已經多編1億多了 我們有感受到海基會的工人變強大嗎 有輪家罵人更大聲了 而且海基會有很多官員 待遇很好 現在又事情不多 他們收入很高耶 爽缺 真的是如果以政府部門來講 因為他們也是政府的嘛 就是財團法人 但是他們的這個錢多很多 根本有事嗎 可能沒事 也沒得辦事啊 對啊 因為人家不理你啊 其實真的是我 也沒有溝通的工人啊 郭宇軒是我有特別去關注 因為他是8月27區中國大陸的 然後9月15他們才報案 然後其實現在 根據現在的消息 他媽媽跟他姐姐 應該事前就知道他是涉入詐騙 只是不敢講 他可能希望台灣去救人 所以不敢講 應該含無其詞嘛 那因為他那個很怪嘛 他說他弟弟8月22就說要去了 就後來拖到8月27 然後去的時候他姐姐問他說 你去工作還是去旅遊啊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姐姐在說謊 怪怪的 我覺得也不能說到說謊 也就是說他不敢講實情啊 沒有完全的事實啊 沒有把完全的事實說出來 後來他媽媽自己出來講說 他可能 就是他姐也先偷說 他有可能九度詐騙集團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怪怪 就是他們 他就是涉及詐騙嘛 對 然後 大陸對詐騙抓得很嚴 而且很嚴厲 五算以上就要判5年了 對 五算的明明就要判5年了 而且超過1億要判死刑 我們對詐騙實在是 太爽了 我們已經有改成比較重 但還是太輕 所以之前不是曾經有說什麼 去海外詐騙 大陸把他們抓回去嗎 對 之前不是還說什麼 我們要把他抓回來那個 大陸判得重啊 真的 而且大陸是這樣 你如果你的犯案 是涉及大陸公民的話 就中國大陸公民的話 你就算在海外犯罪 你如果被移送去中國大陸 一樣關 他們是屬地又屬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這個郭信這個學生 這個事情為什麼關注呢 跟委員報告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青鳥側翼在網路上攻擊 這個周明軒 說周明軒你宣傳中國安全 現在人失蹤了你 你要不要出來負責 接下來呢就是這個 李明哲也出來說話 說台灣人會被 因為反分裂國家法缺席審判 然後呢會 你帶台灣手機去的話 你可能會被查就會被關 而且你缺席審判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被判什麼 你去隨時可能被失蹤被逮捕 恐嚇人民 然後羅文嘉就跳出來附和這個說法 然後再來就傳出 當時國台辦 也不是正面回應台灣 是因為記者問了國台辦 所以國台辦早就知道 國台辦說這個人 馬上給回覆 就說這個人已經在合肥被逮了 也就是因為他涉及詐騙 那現在這些側翼怎麼樣 臉呢 最扯的是陸委會的主委 邱垂政出來爆跳如雷說 你這個一個月前就該通知我 為什麼你不通知我 那你沒有檢討自己 為什麼人家不通知你們 他現在都檢討中國 然後說中國就隨便 然後這個事情就沒 然後結果這個事情 我本來以為他們要很生氣 結果不是爆發另外一個案子嗎 那李娜 就是那個 他本名叫陳宇軒 就是台灣一個44歲的女子 然後在菲律賓 然後詐騙中國的醫療器材的高管 然後其中一個還是美籍華人 結果兩個人雙雙 當天被逮走 被綁票當天就失票 而且家屬還付了300萬人民幣的贖金 結果這事情 因為菲律賓警方是很爛的 結果後來是美國跟中國 一起給壓力菲律賓警方去辦 六月的事情 然後後來李娜還逃回台灣 然後再逃去韓國 現在在韓國被逮住了 那現在可能會移送中國 但這個案子 我問了一些大陸的朋友 這案子只要移送中國 一定判死刑 因為綁票又殺人 對 大概殺一個都是事情 綠人勒索又失票 又失票 而且還詐騙 這個實在是 可是這事情陸委會沒講話 到現在沒說話 陸委會其實也無人為力 說實在話 所以他們現在這什麼態度 陸委會現在 陸委會跟海基會現在 對大陸的失誤根本就是無人為力 他們都是憤怒 就是一直罵人 一直罵中國人 因為自己無能 只好一直罵別人 來掩飾自己的無能 是不是 對 遇到事情自己做不好之後 開始先罵別人就先罵先贏 哎呀 這個很像那個 男人只剩一支嘴 就是無能 沒有能力 真的是沒有能力 為什麼會到這種程度 尚未有關係 其實你也不要說下面的 上面的長官就是說 我就是跟你採硬的 對 那下面到底要怎麼做 下面官很難做 他如果跟你很軟的話 跟大陸說 那好吧我們大概 比如說陸委會如果跟大陸 釋出一點善意 那他會不會被 那個內心打拔關啊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編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唷 1 1 1 2 3 3 3 6 6 4 5 4 4 3 4 5